暴雪再次被收购了 我们这边看下掌机运行魔兽世界和暗黑2的一个表现 Hello 大家好 最近微软收购了这个暴雪 动视暴雪 今天就借这个时机 再测下这个魔兽世界和那个 RK 我先看下这个魔兽世界 我这边看的是最低 档位 就是续航状态 大概是100 44%电量是100分钟 513的话这个机器大概就是续航3到4小时左右 然后帧数你看到是30几帧了 可以看到是最低话区 电池是最低的 那个主频从0.8G 然后看一看 正常不优化状态 平衡到位 马上60帧了 然后瓦数来到了 11瓦左右 然后上 我实测的话 嗯 最高档位还是有点卡的 最高档位啊 哎呦我的天 45帧 45帧左右 然后网数是在22瓦左右 这个是一个 雷插电的状态 插电状态有点神奇啊 雷插电 看一下 他那是好像 这个瓦数会往上冲啊 但其实帧数没有改变 所以说这个瓶颈还是在这个 CPU部分吧 是跑到这个 14瓦 13瓦 99 基本上是跑满了 嗯 这个瓦数直接优化还是蛮好的 至少 运行效率来说是蛮高的啊 最后吃完的 然后这个 瓦数也往上冲了啊 看主瓶 这下主瓶和这个占用啊 现在是高 主瓶 低占用啊 我把这个打点 打这个的话 他应该就会 变成 低主瓶高占用啊 主瓶会低一点 然后占用会高一点 然后瓦数会往下降一点 我来看一下其他档位 我这边测一下七档就只能 六十了 在这个暴凤城 交易所门口 七档就能六十了 然后八档的话 偶尔会有五十几的情况 以外的话好像 要绝对稳定的话 五档就可以了 有些地方前面测 还是会有些掉针 但现在看这个瓦数 还是不是特别理想 其实还有一种优化方法 所以现在看一下是 平衡挡位电池啊 默认的系统平衡挡位电池 我也可以改成中高性能挡位 然后 这个瓦数是 11瓦左右 11瓦左右 然后 已经降了一点 我们再让它降一点 一样 点RTSS 点这个绿色的 然后添加这个瓦数式键 然后在这个锁针上 输入45 然后它就会锁到45 然后再到网数 有一点点变化 其实变化不惨了 肯定 我们再可以调题之后 把这个机器调题 好现在就是个7瓦的状态 然后其实它主频还可以更加调题了 中低性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是就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续航状态 其实 45帧 然后 6瓦左右 这个状态其实 时常还是很强的 和前面几乎差不多 但流畅性还是比较能保证的 就其实正常性仰打问题也不大 因为反正 掌机画面来说 特别是录品的 你们几乎我觉得是几乎看不出 纹理上的 特别大的变化 特效上可能有点变化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差距 然后因为是暴风情里面 这个主频可能比较吃 在野外的话没有 其实没有这么多人 会相对好一点 然后这个 掌机是支持这个手柄操作的 我之后会把这个攻略放在 放在评论区 我就不折腾了 还是蛮难的 让自己折腾一下 就可以手柄操作了 就是魔兽世界 现在 是新服 不是环球服的这个 各个档位和优化 一个建议 这边看一下 RK2 这边是 60帧 低画质 平衡档位电池 再乘以这个表现 帧数是相当的稳定的 其实这个 优移波动 优速还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是18瓦的一个转盘 主频 其实暗黑优化相当好 调这个最大节能 就去手柄的时候 肯定有点卡 伺了几句 那我们看这里啊 这边帧数 帧数 帧数相当波动 然后是 199节 上下波动 最低40 但这个帧数波动 就是 会 造成 移动中的卡顿 起前面 魔兽世界 锁针也是一个道理啊 如果你 你 锁针的话 它其实 会提升一个流畅性 我这边看好锁针之后它 就 波动变小 凑了起来 其实是顿干流 干流畅 虽然你看 一样是40帧 其实这样 会比那个不锁的话 流畅 流畅很多 在这瓦数 没什么特别大影响 虽然大事也是不会掉针的 其实是这个 开了很低选机的种旋在0.8G了 为什么特别大影响 是比较适合日常游瓦那个状态 10瓦的话 这边50% 140分钟的话 多少 两个小时多一点 应该是不止的 应该是不止两个小时 应该是15瓦的话是两个小时 10瓦的话应该是 接近三个小时吧 82分钟 1.6 应该差不多 把这10瓦就是 将近三个小时 将近三个小时 但是它会有点波动 所以说 其实没有三个小时 应该是两个半小时 到三小时之间 有什么事 还不错的 二条就是 它还是有点色快 就是说 按这条是有点色快 但其实不影响一个 正常游瓦 这边两 这边两款游戏的视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 要测的游戏 可以 告诉我 可以帮大家一起测一下 谢谢大家